常常搞混 特別注意,在List View 不需要加DIV 所以Netbar 才需要插入DIV 那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加List View 不用加DIV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剛剛的地方第一步不用加DIV 然後直接把這個複製起來 然後放進來 直接也是一樣把這三個放進來 然後不需要加DIV 所以把DIV delete 掉 然後這個地方一樣把這個按Enter 接下來特別注意 那怎麼樣把它變成List View 記得剛剛是在DIV上面做 這個地方請你注意一下,優標放裡面 右下角也是一樣,左下角 請你點選那個UL這個 UL實際上指的就是這一個項目符號的清單 它的標籤就是UL 那指項目是LI 所以我們點什麼 點UL 點一下UL 特別說關鍵在這裡 OK 所以你把那個DIV改成UL就可以了 好 一樣是選這個UL 然後把什麼呢 一樣的方式 把那個Data DataRaw的部分 改成List View DataRaw 改List View OK 好 這樣的話 來試一下 按即時 關鍵時刻 按下去 看看會不會變呢 好 按下去 變了有沒有看到 一個 兩個 三個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為什麼這邊沒有箭頭呢 因為我們沒有做什麼 超連結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超連結做完之後的話 做一個 它就會有一個箭頭 如果比如說做一個 那我們切到即時的話 你會發現 一個的箭頭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把這個跟這個做的話 那就會一個一個的箭頭 做出來的話呢 就會長這樣子 那它一樣的話 會有這樣的效果出現了 OK 點擊的話 會連結到我們要的 那 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就是說 下方的這個按鈕 怎麼做 上方的按鈕 怎麼做 OK 這個做完我想這一題 今天的範例大概就完成了 來畫面再換給各位一下